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袋就是好吃的冠心饼干 我们拆到了一款火车头造型的弹射玩具 这辆火车头是蓝色 火车头上面还印着可爱的斑点狗图案 玩一玩这款弹射玩具 捏一下这个橙色的按钮 这辆火车头它就可以向前跑 发射 发射成功 发射 好好玩 我们来这样玩 把刚刚拆的弹给合上 作为发射目标 看一看我能不能打中这枚目标呢 发射 发射成功 蛋都被我打倒了 真有趣 我们再来玩一玩 发射 再次发射成功 我们还拆到了一辆绿色的摩托车玩具 这辆摩托车它有三个轮子 这辆摩托车是一辆回力车车 它有回力功能 往回拉就可以向前跑 后面两个门子具有回力功能哦 我还有一种猩猩玩法 它还可以像铜锣一样转 是不是好有趣 好 我们再来玩一玩 接下来分享恐龙蛋 包装上面印着碗笼的图案 碗笼它的特点就是脖子好长 好像长颈鹿的脖子 牙齿是平直的 头顶有罐 背面呢也印着碗笼的图案 这枚齐齐带还可以当存钱罐使用 我们来赶紧打开 我们来赶紧打开 看一看吧 好吃的西西果冻 西西果冻的形状 就是可爱的Hello Kitty 还有好吃的鸡蛋 我们拆到了一款鸡木玩具 好 我们来拼一拼 这是它的身体 这是它的身体 这是它的腿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来把它的头部 给拼装好 好 这是它的嘴巴 这是它的嘴巴 拼装完成 这是恐龙 它是铃道龙 好 铃道龙的特点是什么呢 小朋友们看一看 好 铃道龙 它的特点就是前面两条腿 没有后面的两条腿粗 后面的脚掌呢 有三个爪子 第一个爪子是朝上掌的 前面的脚掌也有三个爪子 中间的爪子最长 好 铃道龙 它跑步的速度特别的快哦 好 铃道龙 又称为快道龙 好啦 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插插游戏 就玩到这里啦 还有三枚曲的 我们留着在下期的节目 再和小朋友们分享吧 如果小朋友想看我们更多更好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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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